澳大利亚珍珠与刺激网站2月17日文章原题中国筹划自己的未来 20世纪90年代美国改变中国的A计划已确立 中国是非常不同的大国 但根据设想北京仍可被吸引到以美国为中心的可口可乐轨道上 这个可被简称为融合的计划最终流产 许多西方国家政府特别是华盛顿的暴躁情绪随之而来 按他们的说法若中国执意拒绝基于西方历史终结论智慧的发展蓝图 必然产生不利后果 可令人吃惊的是中国坚持自己的蓝图并取得非凡成功 诺姆乔姆斯基最近引用保罗基婷的话强调了这一点 中国大幅减少赤平人口这个事实本身就代表了对美国霸主地位的挑战 于是B计划应运而生 设想北京未来的西方新剧本 于是按照B计划 西方媒体开始月赴一月的杜撰有关中国的灾难篇内容 比如2020年长江发洪水期间网上冒出许多耸动标题 典型例子是日本经济新闻社中 三峡大坝会使4亿人处于危险中 一些狂热的媒体几乎要为洪水欢呼 但这座了不起的大坝围然不动 却没有西方媒体强调这点 事实上洪水一消失 这个故事基本上就从西方媒体销声匿迹了 再看看西方对中国防疫措施的抨击 别忘了在全球新冠死亡率和发病率最严重时 中国的方法挽救了数百万生命 之后北京转向与如今危险性较低的病毒变体共存的策略 于是西方媒体又向硬币翻面 转向新的悲惨中国预测 不妨考虑一些事实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中国利用自己的发展蓝图经济增长的三倍 同一时期美国经济增长不到70% 扎打银行最近曾预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30年 中国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以上 尽管西方老爷们大肆鼓吹提出一个又一个最坏预测 但令他们气恼的是中国只是不断的思考 筹划创造和建设 无疑北京面临诸多问题 但其出色表现诠释了为何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 中国仍将为自己创造一个繁荣的未来